大家好,欢迎来收看千发亮IOS Swift语言的视频 这个语言是苹果2014年6月份发布了一个新的语言 这个语言在之前苹果没有任何的消息的透露 这本语言即将发布 应该说苹果公司在保密工作上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那么这个语言发布之后 引起了这个业内有很多的开发工程师 他们的一个纷纷的议论 当然这个Swift的语言应该说 它比我们之前的Objective-C这种语言要简单一些 尽管这个语言比较简单 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还是比较困难 那么我们录这个视频 也是让我们很多现在IOS开发工程师 能够很快的能够来转到Swift这个语言上来 或者是从别的语言转过来 那么我来做教授一下 我叫欧阳坚 对这个语言的理解也只有大概两天的样子 那两天我用晚上时间把这个语法稍微过了一下 因为我之前是对这个编语原理 因为这个编语原理呢 自己都是亲自做过一个编译器 所以说对这种语言是比较敏感的 再加上我对Pearl Python Ruby这些语言都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说学这种脚本语言呢 Swift这个脚本语言应该说比较轻松 稍微把语法过一下 应该说就可以上手机做些事情 那尽管如此 因为这个时间还是挺短暂 所以说如果讲的过程中 如果有错误或问题 请联系我 首先 Swift这个语言 它是脚本语言 什么叫脚本语言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解释性语言 就是我们在程序写好过后了 不需要经过编译 不需要经过链接 直接可以直接在这个 直接通过解释器 直接可以运行它 那这个Swift语言呢 相对于之前的Object C之中的语言来说 它有很多优势在里面 第一个它抛弃了C远章的指针 抛弃了Object C OC里面的内存管理的问题 其实如果大家有听众 有这种OC 或者是这个IOS开发经验的话 就会知道 IOS里面很大一个的问题 是来自于内存管理 当然现在可能说好一些 现在有ARC 可能说从某种程度来说 减轻了内存管理的一些负担 但是还是我们做项目的时候 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内存管理 当然这种问题 我们就马上会想到加瓦 因为加瓦当中是没有内存这个问题 但加瓦当中没有内存 或者指针上的一些烦恼 所以说很多人就更加容易学一些加瓦 对于OC来说 尽管现在经过了07年到现在为止 经过了7年的时间 但是它的开发者的数量 或我们安卓 或我们的CCR 或我们的这个CCR来说 它的开发人员的数量 还是太小 因为大家看我们学校里面 并没有开设这个Object C OC这种语言 所以说它的需求量还是很大 也就是说OC这种语言 它开发的难度 还是要比别的语言要大一些 比如说Swift这种语言就诞生了 它的目的是为了减轻 开发者的负担 就是让开发者 不需要懂太多的 太多的知识 也不需要学习太长时间 就可以上手去做一些 IOS的程序 当然有人会问 Swift这个语言 会不会取代OC这种语言 这个我不想做任何的预测 因为我也预测不出来 这个就看取决于苹果 对这种语言的意志力有多强 它对这种语言的推行的决心有多么大 其实我看了一下 Swift语言的这个基本语法 跟它这个UIKit 这个IOS UIKit或网络或这些库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系统里面自带的一些 fromwork这些库都已经用Swift重写了一遍 但Swift语言呢 其实还有它一些的缺点在里面 比如说它对基本数据结构支持是有限的 比如说里面只有一个这个 字幕串 字典 宿主这些基本的结构 但是对里面的还有一些结构 支持还是不太完整 比如说里面没有集合 没有set 对吧 比如说它没有任何的保护机制 就是我们这个类里面面向对象当中 类呢 它里面的方法或属性 或者它的成员面量 它都是全局可见 所以说这个呢 不太对我们正常的这个项目来说 是有些有些弊端 比如说它里面 Swift的语言里面 它尽管是面向对象 但是呢 它调用我们C++C 这些语言调用的时候 可能需要转下 需要通过OC再转下 才能调到我们C++ 那么这样的话 就让我们用 如果用C++里面的东西 就显得比较麻烦了 它不像OC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用C++的东西 在Swift里面呢 它如果调C++里面的东西 需要通过OC转下才可以 对里面的异步处理 还是有些不太完善 第三方库对它的支持 现在还没有 所以Swift的语言呢 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就像我们当初的ARC一样的 给它一顶时间 它慢慢的就会成为一个主流 那Swift呢 这个语言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 降低入门的门槛 就是说降低开发者入门的门槛 是很多之前学过 用过JavaScript Python Ruby Purl 这些脚本语言的用户 能够很快的上出来做 苹果的这个 这个程序开发 那好 这个语言的一个网站 可以看到 这下面呢 这上面是它的一个介绍 这是它一个logo 对吧 往下来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一个介绍 然后这边有几个 有几个链接 这个里面 xcode6 这就是用来开发 Swift语言的 idxcode 那这有一个 这个SwiftProgramming Language 这个 这个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实际上是一本书 一本PDF的书 这个书上的iBook里面呢 它有这个有免费的这个 这个下载 然后这一个 SwiftProgrammingLanguage 这样一个PDF 对吧 然后呢 下面一个Swift或Cook 这个UI 怎么样 集合在一起的 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就打开这个 Swift的这个 Programming这本书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里面呢 这是一本 一个网址 可以看到 它分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 对这个Swift语言的一个介绍 这是一个关于 Swift的这个 这个这个关于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关于Swift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入门的一个东西 Tutorial 就是这个 Swift这个介绍 可以看到这有 就是我们首先学的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 首先看这个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面 应该说 看了个对Swift的这个语言呢 有一个大致的一个 一个认识 当然了 这个文章是英文的 国内有的人翻译成中文的 但是我个人呢 说我不是特别喜欢 建议大家去读中文的文档 因为中文文章翻译的 我大概看了一下翻译的 不能说标准 就是说翻译的有点 跟原来的意思 可能有点太生硬 就说 就说不是那么准确 那么这个呢 我建议大家看看这个英文 也可以先看一下中文 然后呢 再过来看那个英文的原版 其实这个呢 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这是它一个介绍 这下面是Language Guide 这里面是对于每一部分的一个介绍 比如说基本的 Basic 基本的一个介绍 然后这里是基本的操作 操作 操作的就是操作 周创 或这个周创的一些操作 以这张 还有这个Collection 一些集合之类的一些介绍 把速度字典之类的 这是一个条件 If Control Floor 一个条件 If 什么while之类的 一个条件的一个处理 然后这是函数 对吧 这是B包 然后这是每一句 然后这是 这从这一部分开始 就是面向对象 就类 或这个结构体 甚至这个 类或面向对象的一些介绍 比如这是Property 属性 方法 对吧 Subscribe 这些呢 有些是我们普通面向对象 有的 有些是我们面向对象没有的 这是继承 对吧 这是构作函数 习构函数 然后这下面是一些处理它 比如这是签套之类的 还有这个协议 应该说这个目录里面呢 其实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路线图 一个路线图 Language Guide 这里面呢 我建议大家先把这个 这个Tutorial 这个把它看了 然后再看这个Guide里面 详细地看里面的每一部分 当然下面这个Language Reference 这个是专业人士看的 这个不太 所以大家去看 这实际上是 语言的一个规则 一个词点 就是我们其实我们 如果对边缘的比较熟的话 我们看这个里面 其实能够知道它语法的一个 全部的一个 所有的细节 通过这上面可以看着 因为这上面这个Gide呢 只是说给一例子 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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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例子 这个语言呢 这是语言的这个语法结构 那这个语法结构比较专业 这是专业里面的 边缘里面的一些词发结构 当然这个呢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基础 就可以看 比如说关键字 哪些class Dint 对吧 这些关键字有 那还有函数之类的 那这下面 这部分呢 不建议大家 作为初学者去看 或者非计算机专业来去看 那非计算机专业去看 这部分或这部分 这两部分就可以了 当然了 我们今天写的例子 其实也是大量的参考 这个文档里面的一些 一些一些例子介绍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介绍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讲这个 基本的数据结构 基本的语法介绍 入门对吧 那么这个呢 我们用Xcode 6 Xcode 6 现在是一个这个这个Beta版本的 所以说我们来先用一下 那这个呢 我们点一个create new Xcode project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有IOS跟OSX这两个大类 两个大类 当然我们学这个swift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首先呢 用这个commodeline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写上名字 比如说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这个这个swift swift的程序 第一个swift的程序 然后点回车就可以了 当然了这儿要要强调一下 这个地方写公司的名字 写这个程序的这个ID 然后这个呢 选swift 当然除了这个swift之外 还有这些四门语言都可以选 然后swift 然后点next 随便放在一个地方 那这个swift就写来了 可以看到这儿呢 就一个文件 swift 那这儿这个文件里面呢 这个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啊 在解释之前 我们先跑一下运行 可以看到这就打帅了 那这儿呢 这个import呢 其实就指的是我们导入系统的一个包 这个包呢 如果我们学过iOS开发的话 就知道foundation 是它一个基础库 包对吧 包 基础库的包 然后这个地方打印 任何的我们的程序 都是从一个holloworld开始 这个swift也不例外 它里面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特点是没有 这个may函数 没有may函数 那没有may函数呢 脚本语言的特性都是从这个函数第一行开始顺序的往下执行 那么顺序的往下执行 这是碰到了第一个函数调用 那这是执行这个println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作用呢 其实其实这个函数的作用 作用就是打印信息 打印信息 打印这个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呢 最后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字符串 这是一个字符串 这是字符串 这就是打印个字符串 就是整个这个程序的目的 就是为了打印这个字符串 那么打印出来 在中端上就可以看到一个holloworld 这样一个 这个就打印出来了 我们再跑一下 可以看到这就打印出来了 好 有了这个我们来开始来写代码 代码 那么这儿要抢掉一下的是 这个在这儿和别的语言不一样 这里这个这个不需要 就是说可以不用加分号分号 就我们这加这个分号 当然加上也没什么毛病 可以看到 那这一点呢 不用加分号 有点类似于python python里面其实也不用加分号 还有这个 我们iOS里面 还有一个路亚语言 对吧 路亚语言也是可以不用加分号 这个我们可以加 可以不用加 根据上来习惯 这样的话 大家写成就不会出错 当然要强调一下的是 如果我们两个写在一起 写在同一行 那么显然要加分号 但是这种情况呢 比较少 这种情况要避免 好 那任何语言呢 都有一个变量对吧 变量定义 变量定义呢 是这样的 以va开头va 后面写成这个变量的名字 比如说my 这个va 这就是一个变量 这是定义的一个变量 定义了一个变量 定义了一个变量 可以看到这儿这个变量呢 在我们以前定义的时候 比如说就这样定 ink这样定义对吧 或者别的地方定义 当然这个定义呢 我们要除除了一个值 比如说0 定义一个变量 int什么a之类的 那这个地方变量定义 变量定义 以 vr开头 开头 vr开头 开头 就是生名一个变量 生名一个变量 那这个变量0 myvr呢 就是一个变量名 这里变量名 需要写初始值 我们就先这么认为 写初始值等于0 对不对 那这个分号可写可不写 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这个变量呢 还可以复制 对吧 等于100 这个变量名还可以复制 这个变量名还可以复制 变量名还可以再次复制 复制 那这是这个 那我们这儿下一个println 这是打印这个 比如说myvr is 对吧 is 那我们要打印这个变量名字 我们之前呢 都用这个百分之一之类的 那在这儿呢 它这个比较奇怪的是 它需要这样寄写 my 也就是说 这里边 这里边 这个 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表示 可以对 括号里面的 里面的内容 做计算 也就是我们这样写的目的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东西 在这个括号里面 这个括号里面 就会把这个的值放在 这个字符串里面去 跑一下 可以看到0对不对 0打印出来 myvr is 0 然后再来再打印一下 aln 这个myvr is 这个myvr 这样打印 跑一下 可以看到这是100对不对 100可以看到这个值变了 变了100 除了这个打印之外 还可以这样打印 myvr 3 is 对吧 这样 这是个字符串 然后里面写个加 尺寸 写成这个myvr 这一点 就有点类似于加 加我当中 我们可以把一个字符串 或一个整数 任何一个对象 进行相加 对吧 打印出来 在这 这个对吧 尺寸 括号 这个就是把 一个 一个对象 转化成 这不错 类型 类型 尺寸 就是把这个东西 转成一个 把这个整数 转成这样一个 这不错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 到了 那我们这个vr 定义 myvr 2 还可以这样定 int 等于200 这样定 这个定义呢 是 定义 一个 变量 另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 这个冒号 表示 类型 int呢 表示 表示 什么 类型 什么类型 那这个地方是int int 注意这个is 大型 注意这个int呢 不是我们基本类型 而是一个 对象 可以看到 点进去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对象 一个结构体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类 或者一个结构体 这样一个 就是这个 这里面呢 或我们叫 类似所有的一切 都是对象 那这个myvr2呢 其实也是一个对象 我们可以把它打印一下 myvr2 可以看到200打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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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定一个float类型的辅典数 println myvamson is 然后写上myvamson 好一下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就打出来对不对 打出来就我们在这呢 这是一个 不电数当然这个地方也可以把省略 省略 因为 这个shift的这个语言弱类型 弱类型就是说 这个类型是运行的时候 它动态的判断就是弱类型 弱类型你可以这样去定义 当除了第一个定义之外 还有一个定义let let 比如说myvam4等于100 100以这个四辈 这是一种定义 一种定义 当这个let和vam到底有什么区别了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yvam4等于这个500 跑一边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都会编译出错 编译出错啊 那这个地方编译出错 也就是说let呢 let let 表示 定义一个 这个 定义一个不可以改变的 变量 就是我们定义这个变量过后 这个值 只设置一次以后就不能再改了 如果改变就会出错 那var呢 就定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可以多次修改 let呢 就是定义了以后就再也不能修改了 let呢就是这个作用 let就是这个作用 那我们呢 照样把这个打印下 println 那这个myvam4 is myvam4 对吧 就这样写啊 跑一下 可以看到呢 这里面这个就打出来了 对不对 也是是的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 这个swift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变量的一个定义 那除了这个定义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点加减乘除 对吧 比如说我们来定一个这个 这个 比如说var myvam5 等于这个100 比如说109 var myvam6等于这个200 那么var myvam7等于这个myvam5 加上myvam6 对吧 两个相加 两个相加 那我们可以println 这个myvam7 is 这个myvam7 这样可以跑一下啊 可以看到 虾出来了 对不对 当然除了加之外 还有很多这个操作符啊 比如说加减乘除啊 什么一味啊 或者这个 这个语啊 之类的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地方的加减乘除 和我们别的语言的加减乘除 是一样的 最后我们再来 这边swift 这个语言呢 有点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就在于 它这个变量的名字 可以用汉语来定啊 任用任何一种 呃这个这个国家的语言都可以定 比如说 我们要定一个 国家 等于 中国 也就是说 从这上面可以看出来 这个国家啊 这是一个变量 变量名叫国家啊 这个地方 国家 是一个变量名 这是可以带汉字的啊 然后呢 我们打印一下 aln 然后这个国家 是 对吧 然后这儿写上这个东西 那国家 引用这个变量名字 国家 跑下 诶可以看到 诶国家是中国 这个打出来的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swift语言呢 他有一个好处是 我们这个变量的名字 可以 起成汉语 也可以起成任何一种语言 比如说 日语韩语德语法语都可以起啊 那这个地方是别的语言当中没有的啊 别的语言没有 别的语言都得以这个 这个 英文字母或者是下线来命名 但是 这个swift语言呢 这个变量名 可以国家啊 国家来表示 呃呃 这个汉字来表示 那这样的话 比如我们定义变量的时候 我们就 呃有些呢 就可能 就不用去想这个英文名字什么 当然呢 我虽然说这个地方 有这种功能 但是不建议大家用汉字去定义这个变量名啊 然后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